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知道很多人从去年的3月18号 我们全国的人民每天傍晚的时候有时候是5点、6点 我们在电视机前很紧张地看 我们的卫生总监三个报告那一天的数据 后来三个已经不报告了 他就改成了每天他自己发推特 大家都很紧张地看他的Facebook和推特 现在是两三点的时候 看他公布数据 数据一公布 报纸就从不登 这个已经成了马来西亚人的习惯了 所以有些人就真的 等了一年半 最惨的就是 这一年半来 不能够做工 没有的做工 行业不能够做 就是要等数据下 一直等到今天数据都不会下 但是大家放心 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放心的 因为 他们已经不打算 再报告数据了 所以大家维持了一年半的习惯 每天每天都会去看数据的嘛 可能呢 就到此为止了 你讲他们是什么烟尔盗铃也好啦 你讲他们是鸵鸟政策也好啦 什么什么都好啦 总之 他们就要用这一种方法 让大马的疫情呢 自然的 消失 在没有消失的情况之下呢 自然的消失 管你接受不接受 他们已经做了 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我们来看台里刚才的记者会呢 他报告了什么东西 各位观众朋友 那天我们讲说大马进入那个归宿时代 我真的讲错了 要道歉了 没有讲到我们这个归宿这样厉害啊 怪不得那个百兔跑不赢 这个乌龟啊 厉害厉害啊 它速度快到我们都追不上了 他们走到10万8千里去了 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在帮助我们在鼓鼓的追赶 它的速度啊 然后我们尽量把他们的那个东西告诉大家啊 所以他说 那天我们才讲嘛 以后数据都不用报告了 不用等以后了 他现在就开始了 明天就开始了 OK 然后等下我们会讨论他讲说 大马不可能达到群体免疫 好 所以呢 不报告了咯 大家不用再等数据了咯 因为他现在他做了一个新的网站了 那么这个网站呢 每天他自己更新 你还想看数据自己去看啦 他没有再报告了的 所以刚才6点半已经可以用了 这个大马的那个COVID NOW COVID NOW这个网站 所以以后大家自己跑去 这个COVID NOW的网站就看就可以了 里面很详细的什么 什么东西都已经报到很详细了 不像以前这样子隐藏啊 隐秘东西啊 隐藏什么东西啊 没有啦 然后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的媒体呢 会不会继续的报告这个数据呢 不知道啊 所以不知道啊 当然这个专家专家的意见就是讲说 实际上呢 到了这个时候呢 现在已经到疫情的那个尾端了 你再报每日确诊数据呢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都要变成endemic了嘛 那endemic了嘛 就应该更加注重有没有人死才是对的 所以呢 好像今天的这个数据呢 19307呢 以后我们的媒体会不会再继续报 我们也不知道了 也许他就用这个方式来 大家不要报 不要报 不要报 自己上网上看 嗯 关心你就看了 不关心你也不用看了啦 做工做工 碰碰碰 解放 开放 做工 解决了 OK 整个疫情就这样子 以这个燕耳盗铃的方式啦 就让他从此结束了 大家把疫情给忘记掉了 你不要看数据 你就不会想到疫情了 所以呢 因为这个大马的卫生部 这个凯里他们呢 跟我们的那个 首相呢 他三哥呢 加上丁丁呢 实际上他们 实际上他们领悟出一个新的道理 就是 只要死亡率不上来呢 这个就叫做小事 忘记了 没有疫情 没有疫情 不可以讲 有疫情 所以真的有一天 谁讲疫情 他可能会被 被罚 可能那一天真的会来 跟你讲 可能那天真的会来 而我们那天讲说 他不想报数据了 没有想到现在就真的发生了 这么快啊 啊有 是不是 OK 他设计上打完疫苗的人 那个死亡率是0.009啦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不懂的你是中华教 还是那个中华教口中的牧羊犬 OK 那个中华教是我们来讲那种人呢 过度过度的亲那个那个强国 那个那个牧羊犬呢 就是中华教骂那种亲美国的人叫做牧羊犬 所以这里我要讲 假如你是中华教的话 你要 确确定的相信你的祖国的疫苗 因为你打的是Sinovac 是科兴是你祖国 你祖国 你伟大祖国的疫苗 所以你为什么不敢出来做工 为什么不敢出来 去逛街 去旅行 你这么相信你的伟大的祖国吗 假如你是牧羊犬的话呢 那个 美国是世界第一啊 美国伟大啊 美国最伟大的国家 你为什么打了美国的疫苗你还怕 大马的人民打的就是 就是那个Sinovac跟那个Pfizer吗 一个是中国疫苗一个是美国疫苗吗 还怕什么 对你的 所以啊你是中华教对 对你的祖国有信心 牧羊犬对美国有信心 对美国的疫苗有信心 其实这个是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了 看我的创达有没有正确我不知道 那希望大家领悟领悟一下 那么凯利也说呢 群体免疫呢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大马又错过了群体免疫的时间了 所以他才会讲说要做endemic 他说打疫苗 用疫苗来做群体免疫 所以疫情还是会有的 所以每天 他会更新那个数据 每天还是有人中的就对了 大家要适应了 但是中了呢 几乎不会死了 大家可以安心很多啦 所以呢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搞了20个月啊 7万个医护人员 已经是 有邮件登库了 我们已经20个月了 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那个刚刚好呢 世卫组织昨天又刚刚讲了这个新的东西 他说呢 永远不会消失的啦 哎呦 你们不要讲它消失 你这个好了是这一种 这一种好了是另外一种变种出来的 那个消失的那一种变种出来的 所以说人类要告别这个 COVID呢 几乎是不可能了 这个我们这一代人啊 直到我们要等到可能等到以后了 100年200年之后 那时候的未来科技呢 才有可能去 让这个病毒永远的消失 那现在呢 我们是不可能 至少我们这一代人呢 我们不可能看见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凯里卫生部长他们要这样做的话 首先要这样做的话 这些东西你们要配合了 不要再开发单了啦 你看昨天的节目呢 我们的韭菜人生里面的讲了 我们的这个 建无需法呢 我们讲有他在呢 没有开发单 哪里知道我们一讲 今天就被叫去问话了 因为那个火箭啊 做了几单那个派那个食物啊 哎呦没有SOP哦 这是中了 连建无需法都被 请过去了 所以啊各位观众朋友 记得看回我们那一期啊 做上市 做上市呢 得到快报 就是做上市被罚1万块 还有这个 这个建无需法这边 我看那个火箭不懂 要罚多少钱啊 那么 谁 谁去举报的 马华 马华去报他们 啊 哎 所以啊我跟你讲啦 现在是 那些人啊 我跟讲人命很可怜的啦 看到有免费拿饭 有免费拿物资 冲过去了 那里管理什么COVID 没有管理哦 就直接冲过去了 所以 主办单位 中招了 啊有很可怜啦 所以 我跟你讲啦 只把单机通了要清楚一点啦 你不要去把 人家做好事帮助人啦 你不要去把人家 然后这些把单机去跑啊 你看 有人14天的 14天的那个疫苗煎还没有结束 他就让人家吃东西罚2000 OK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话讲 没有什么辩解啦 然后有一间那个这种的小型的超市 员工上班不可以带手机 结果被check到 啊 没有给员工带手机啊 8名员工每个人罚2000块 那间公司那间超市直接罚10000块 所以现在跟你讲啦 上班里老板不给员工带手机 罚款 罚10000 OK 怎么以后学校不给学生带手机 学校罚10000 跟你讲 OK 这个卖SJ 他还要用嘛 他也不取消卖SJ嘛 所以讲起来呢 整个疫情呢 我们刚才讲搞了20个月 哇啦 你看我们的 贫困家庭啊 从40万到 40万5千户啊 增加到2020年的64万啦 所以啊 啊 之前不能拿员工带手机的人 也越来越多人可以 符合 拿员工带手机的条件 这是坏事啦 不要啦 疫情结束啦 快点啦 所以快点开啦 哎呦 快点 快点开啦 去做工啦 最重要是 做工啦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要改变一下那个态度了 真的 那个 他不是回宿时代啊 他走很快啊 走得很快很快啊 我们都追不上了 所以思想要改变了 最重要就是说 你要工作 你要去做工 这个疫情是不会好的 这个首相啊 凯里呀 三哥啊 丁丁的意思都跟你讲了 大马疫情不会好了 所以昨天世卫组织WHO也跟你讲了 你的这一代呢 不可能战胜疫情 疫情这个病毒不可能消失的 所以呢 要出来做东西的 OK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想一些什么 很偏激的那个想法 什么 做工医家 开放多一个行业 3万不是梦 4万不是梦 5万不是梦 4万5万了啦 看你没有人死罢了啦 是不是 啊 5万没有人死 5万就5万啦 都没有人死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他们的 想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思想不要太偏激 好好恢复正常的生活 与病毒共存 啊 所以以上是他们要 他们要走的路线啊 所以我这里呢 只是我把他们的东西 表达给大家听 啊 我也是一般认同 一般不认同罢了 不见得我是认同的 OK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认同 他们这样的想法吗 他们已经走的这么快 他们已经开放了这么多 啊 大家能够跟得上他们的脚步吗 他们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 啊 也许吧 5万不是梦 但是没有人死 大家觉得 算不算是我们 战争疫情的 啊 好 报告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